纽约富豪长期被怀疑为连环杀手的德斯特 周一凌晨在加州监狱去世,终年78岁 去年10月,德斯特因为谋杀长期密友博曼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久之后,他因涉嫌在1982年谋杀第一任妻子凯瑟琳而被起诉 德斯特的律师周一证实了他的死讯,并表示 他的客户是由于诸多健康问题而自然死亡 自去年年底新冠检测呈阳性以后 德斯特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被安置在呼吸机上 他还曾经罹患膀胱癌 1943年4月,德斯特出生在纽约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他的父亲是知名的地产商 但令德斯特全国闻名的,却是他与诸多引人注目案件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包括其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失踪案 密友博曼遭刑刑事枪决案,和他在德州的邻居遭肢解案